是的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 高宏安綁著馬尾 頭戴鴨舌帽 走出台北市檢署 一路上有不少支持民眾 大喊高市長加油 他雙手核實致謝 上車時也揮手簡單回應 高宏安設榨助理費 經過漏月復訊 檢察官認為高宏安 涉犯貪污制度條例 預定60萬元交保 助理王玉文 辦公室主任陳煥宇 各以10萬元交保 高宏安的男友李仲廷 物保請回 行政主任黃林慧 則以證人身份請回 你要說明嗎 那由李仲廷身穿白色外套 走出地檢署 一路昂首闊步 沒有閃躲 但不願多談 助理王玉文一頭長髮 手拿保溫瓶 穿著灰絲照衫 全程不乏一語 陳煥宇背著背包 一身黑色 神情非常嚴肅 同樣沒有回應 黃林慧則戴起帽子 並刻意拉低帽顏 一手遮臉 低調坐上計程車 網紅四場貓也到場說要看熱鬧 還送宵夜海鮮粥給現場媒體 我們有什麼話要跟高宏安說 加油囉 對比稍早 高宏安被送進地檢署付訓時 還有民眾高喊他是貪污犯 面對媒體詢問 他面無表情沒有回應 付訓完後以60萬元交保 不僅終於鬆口說謝謝關心 神情也輕鬆許多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疫苗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